如何让七个菜系口味截然不同的姨太太 同时满意桌上的菜 成了比袁世凯当皇上还头疼的一件大事 我们广东人吃鱼就得清蒸 人家日本人还吃生鱼片呢 广东老婆要吃鲜的 苏鲁老婆要吃甜的 四川老婆要吃辣的 炒得袁世凯头都大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擅访总管刘福安推荐了御厨牛肠员 川菜 粤菜 香菜 什么都会做 可是到了大总统府 牛肠员才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坑 那该死的刘福安把后厨人手简半不说 留下的几个甚至连勺都没长过 也就是说 牛肠员一个人要同时负责川炉月辉四大菜系 足足七七四十九道菜 还外带一碗河南会面 你干一干 不干也得干 刘福安买了一车食材 又搬把椅子亲自监督 就不信他牛肠员能够过得了这一关 走 咱们看上去 总统府里的其他御厨 也替牛肠员捏把汗 想看看他如何接招 结果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只见了牛肠员 同时打开四个灶炎 一人掌握四把炒烧 不停地在甜口咸口酸口和辣口的 四个互不相同的菜系之间来回切换 对每一道菜的工序全都烂熟一新 火候品相的把握 拿捏得丝毫不差 董行的人一看就明白 每一道菜都堪称佳品 惹得众人连连喝彩 真是创新菜吧 好啊 同行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大总统和他的七位 口味不同的姨太太们 再也没有任何挑剔 对每一道菜都赞不绝口 刘福安万万想不到 没有借机整到牛肠员 反而助他出尽了风头 不甘心的他 一记不成又失一记 刘总管刚才说 吃龙 什么题目啊 牛肠员心知肚明 这是刘福安刁难自己 他本想拒绝 可刘福安却警告他 这是元大总统亲自出的题目 牛肠员忽然明白了 袁世凯这是要当皇帝的节奏 可到哪去找龙呢 看着水里的大龙虾 牛肠员灵机一动 龙宫献宝 他以澳洲龙虾和店卖为主要食材 再配上慈禧老佛爷 常吃的六种高端食材 煎炸炒炒过后 装进备用的虾壳内 一道不是龙的龙菜 完美出炉 然而就在众人 全都忍不住喝彩时 牛肠员却自言自语 你说这龙虾也忒不本分 非要做龙不本分 接下来他做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举动 竟把那道龙宫献宝 当众倒在了干水桶里 气得刘福安脸都绿了 质问那牛肠员 为什么要这么做 牛肠员理直气壮 龙虾终究不是龙 你把龙买来 我就能给你做出龙来 刘福安吃了鞭 和牛肠员的梁子 算是越劫越深了 正所谓老子英雄而好汉 就在一身正气的牛肠员 和刘福安斗智斗勇时 他的长子牛肇后 此刻正用一手绝活 教黑心掌柜如何做人 你这个摊位在我们门口 确实耽误我的生意 你自己删自己11个嘴巴子 黑心掌柜一声令下 几个如狼似虎的伙计 一拥而上就要砸摊子 小伙只能当中删嘴巴子 围观的群众看不下去了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人 不仅赶买小伙的波波 而且还当众宣布 从现在开始 小伙的波波不仅继续卖 而且价格还要上调 买20个大子一套 众人惊讶连连 怀疑这人脑子有问题 黑心掌柜也冷嘲热讽 一个大子都没人要 还卖20个大子 单等着看他的笑话 只留下一秒 掌柜的想哭都来不及 大死他也想不到 这个说大话的小子 竟把普通的波波 做成了十二生肖的样子 不仅造型大为改观 就连里面也丰富起来 由于波波很有特色 一出笼屉就引起了顾客们的哄乔 从前都是领买的他们 一下子全都大放起来 每人购买最起码一套起 如此火爆的现场 甚至还引起了一位 王府哥哥的极大兴趣 不仅自己买着吃 甚至给他心爱的毛驴 也要单独订购一套 老板这下傻眼了 本来是想教训他们 别跟自己抢流量 这下好了 自己的波波店里 彻底没人光顾了 由于摊子破的大 没有多长时间 他就有些撑不住了 开始主动求饶 要不咱们一起干 不干 以后千万别欺负 牛召户做人流一线 把最后一替波波 全都送给了掌柜的 算是交个朋友 而他则带着两个兄弟 把摊位搬到了一个 人流量相对较小的巷子 正所谓 酒香不怕巷子深 由于他的手艺好 名气是越来越大 一些其他的商贩们 开始向他们靠了 你们生意那么好 能不能给个方便 生意做大了 当初抽巴掌的兄弟 开始和波波波老板的心态 变得一样 不行 牛召户却觉得 大家出来会都不容易 理应互相照应 于是把卖波浪谷的 排在最靠前的位置 因为他最能吸引客人 其次是自己的波波摊 接着是卖炸锅和面茶的 最后才是卖酸梅汤的 要我排最后 人家都吃饱了 谁还过来买 牛召户的商业思维 和卖酸梅汤的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客人吃饱了 才会口渴去买酸梅汤 再者了 酸梅汤价格最便宜 买不起波波和扎糕的人 往往也会选择酸梅汤 所以稳赚不赔呀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们觉得牛召户的安排 到底合不合理呢 评论机留下你的观点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